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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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同样是换角 很多剧粉都布满叶灵一角 从韩九诺换成了金城 韩九诺虽然人气不高 但是将叶灵性格直接 豪爽英气的形象塑造得很到位 但是金城靠角色作品成名 但这些年的塑造千篇一律 哪怕是在一些爆款作品里 他也常常因为脸颊凹陷 歪嘴等等面向上的变化 遭到吐槽 当然 在金城状态好的情况下 叶灵还是值得期待的 预告里 金城的对脸镜头也依旧在线 竖发造型满分不说 眼神中的故事感也到位了 虽然颧骨突出 脸颊凹陷的问题依然存在 但在这部剧里 金城更为突出的骨相 反而迎合了角色的人设 在演员阵容上 庆于年二 靠着自己的IP影响力 吸引了很多大咖塑造配角 毛小彤在剧中客串 北齐公主 拍摄定装海报的时候 她那双尤其吸睛的葡萄眼 就成功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她明媚 可爱 娇俏又动人 对北齐公主的还原度 堪比从书中生生抠出来 不仅如此 很少出演古装剧的王小辰 这次也在 庆于年二中塑造了圆梦一角 按照圆著的设定 圆梦在剧中是妥妥的白切黑 同样也是 暴月楼这个关键地点的重要人物 比起美貌 可能观众更加期待 王小辰的演技塑造 当然 新角色中最吸睛的 还得是于飞鸿饰演的帝后 以陈道明的演技实力 观众实在是想象不多 能和陈道明匹配身份的演员 饰演帝后 但于飞鸿一出场 味道就对了 预告里的于飞鸿 有种上位者的优越感 他看人的眼神是俯视 带着明显的轻视和蔑视 不仅如此 已经53岁的于飞鸿 真的风韵犹存 宽大的古装 遮不住他身上成熟女人的魅力 端庄又大气的仪态 真的把东方美人的气质 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 细看于飞鸿的皮肤状态就会发现 他皮肤紧致 状态几乎保持在了40出头的年纪 这样的于飞鸿在配合他的实力派演技 不敢相信他会在 庆余年二中有多吸睛 于飞鸿靠风韵吸睛 王楚然就是妥妥的美貌 王者 在庆余年二中 王楚然饰演了 抱月楼剧情里的关键角色桑文 这个角色是陈婷婷的心腹 也是庆国才女 原著中他卖一不卖身 长相也比较普通 可在庆余年二的预告和定装里 王楚然简直美出了心高度 他头戴裸粉色的脏花 一身清淡的古装 尽显淡雅的美感 怀抱琵琶 眼眸低垂 完美的脸蛋 把漂泊歌女的破碎感 全演出来了 不用在意 王楚然在剧中的演技如此 看着他这张脸 我都觉得赏心悦目 十足撩人 不过话说回来 庆余年二 最重要的女主 就是李沁饰演的林婉儿 在第一部中 林婉儿其实并没有出现在 在全谋主线中 庆余年 也只在结尾落下了伏笔 而庆余年二 将会是林婉儿迅速成长的一个关键点 在这一部中 林婉儿与范贤大婚 并且开发新的技能 成为范贤的贤内助 人物线更加丰满的同时 这一部离李沁的状态 也让观众挪不开 在此前的预告里就能看出 这一季的装造更加用心 妆容更加精致 画面里的李沁变得更加柔和温满 流畅的脸型配合服贴的妆容 真把鸡腿姑娘的清纯善良 凸显在了外形上 不仅如此 庆余年二放出的最新物料理 李沁饰演的林婉儿还穿上了婚服 大红色的喜服明艳动人 一脸幸福的林婉儿 笑容明媚 在她的神情中 观众能读出感动和幸福 娇滴滴的羞涩 这恐怕是李沁这些年来最惊艳 最惹眼的一次古装造型了 不出意外 庆余年二李范贤和林婉儿的大婚镜头 将会是这部剧的重要高光之一 当然 庆余年 一直都是群像刻画 女性角色在这部剧里的吸睛程度 不仅仅是美貌 还有她们各自的人格魅力 除了以上提到的演员和角色之外 宋毅饰演的范若若 心直雷演绎的海棠朵朵 李小冉饰演的长公主 全都是吸睛的女性角色 最后 你最喜欢哪位女演员的塑造 接下来说 1700万多万人预约 庆余年二 五年续集才上映 先导片很像爽剧 庆余年二 即将开播了 这部五年前的电视剧 的确是赚足了人们的关注度 毕竟 庆余年第一季 无论从剧情 还是从人物的刻画 都堪称顶流的存在 然而 五年之后的第二季 还能够延续第一季的辉煌吗 一部影视剧的续集 让网友苦等了五年的时间 估摸着第一季的剧情 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不过 当看到1700余万的 预约登记的时候 我想片方内心 应该也是高兴的 毕竟 第一季的 庆余年 哪怕是拿到现在 也是吊打现如今的 很多影视剧 然而 第二部能不能延续第一季的辉煌 很多人都会在内心打一个问号 庆余年第一季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庆国 全新的架空世界 随着第二季 庆余年的先导片播出 观众们内心中更多的是 有一种看神片 爽剧的心情 毕竟 此时的男主角范贤 已经不是起步阶段的范贤了 既然 剧情需要他参与治理天下 那么范贤的人物设定 就不可能碌碌无为 而先导片也证实了这一猜测 第一季结束的时候 范贤被严冰云背后刺了一刀 回到沁国之后 范贤开始正式走上仕途 而仕途之路并不好走 先导片中看到的剧情 是范贤开始涉足沁国的司法 财政 甚至开始整顿沁国的科举考试 好家伙 这放在任何朝代 都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人物 在第一季的时候 范贤因为会被唐师 成为了沁国几百年 才出一个的大文豪 而这一季 范贤又开始霍霍送辞 尤其是李清照的 如梦令 溢出来 不知道网友是不是又出戏的尴尬 如果是第一季 用这个梗算得上是新奇的话 第二季还接着霍霍送辞 不尴尬才怪 当然了 这一季的最大看点 应该是范贤和林婉儿的大婚典礼 不知道 这婚典会出现什么样的幺蛾子 毕竟 范思哲还梦想着 借范贤不断的大婚 何离收受彩礼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